狗狗鼻子干的原因及治疗 在我们临床诊疗中 经常会听到狗狗主人说 我们家小狗鼻子干 所以它生病了 这样的描述不全对 那么究竟鼻子干 是生理性的还是病理性的原因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小狗鼻子干有的时候是生理性的 比如睡觉的时候 不动的时候 汗腺分泌减少 它自然鼻头是干燥的 比如有的时候在太阳底下 或者是过热的天气当中 出现一过性的鼻子发肝 在阴凉处就可以恢复正常 这也是一过性的生理性的 但是如果我们会发现 在鼻子干燥的同时 身体机能在下降 身体状态在下降 饮食 吃喝 这些方面都会受到影响 那这个时候病理性就很有可能 送医 救诊 咨询专业的医生 往往会对它大有比异 如果是病理性的鼻子发肝 我们往往发现的是 精神 吃喝 大小便 如果在这一点上 还伴发着有清涕 浓涕 或者等等呼吸道症状 那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去重视 送医 救诊 往往是最佳的选择 小切式 狗狗鼻子干 有时候是生理性表现 干燥 天热 饮食 吃喝都会引起干燥 但也有时候是病理性的 狗狗会出现流浓鼻涕等 呼吸道症状 就要及时送医就诊 走着